你看現在郭侯這邊動作很多 但注意人說什麼呢 無論是郭柯惠或者是侯柯惠 擔憂的都是民進黨 請教一下冠廷 民進黨真的擔心嗎 最近賴慶德在拍YT 我先講 其實對民進黨來講 國民黨甚至民眾黨的各種組合 其實對我們來講 我們都要嚴正以待 我們當然最近很多節目 大家都在聊說 比方說以政治局勢來講 誰可能會避免 誰可能會冰斗 然後誰可能會出走 去跟柯文哲合作等等 但對我們來講 其實說得 說真的不管是民調 還是社會的氛圍 我們不能等對方分裂 對我們來講 國民黨跟柯文哲 現在看起來兩邊合的機率不高 但是如果他們真的合作 對我們來講 我們也要有努力要贏 所以對我們來講 我們是做好所有準備 但是我們目前看起來 雖然說我們大家是戰戰兢兢 但是賴清德主席 他是很努力的 把過去大家認為說 他應該可以更加強的地方 現在是全力以赴在做 首先你看現在畫面上看到這個是 最近他開的這個YT頻道 那在YT頻道很多人覺得說 好像看到了賴清德不為人之一面 比方說很多人問為什麼賴清德 常常都是穿西裝跟大家互動 賴清德也在這一個專訪跟郭雅惠 這個社會的互動當中 去跟大家講 比方說從他以前在當醫生的時候 老師怎麼跟他講 然後以及他出來說認為對人的尊重 然後甚至在家裡的時候是穿什麼穿著 這些很有趣的事情 都藉由這樣子的頻道跟大家說 甚至現在也很努力的把很多 他有兩個身分 一個是主席兼現在民進黨的總統的參選人 可是他同時也是我們國家 宋華民國的副總統 那其實有一個很有意義的活動 就是來去總統府住一晚 其實這個活動已經文總跟總統府合作已經辦了非常多年 那今年這個畫面跟這個影片真的非常的震撼 就是直接是賴清德副總統跟魔獸一起拍了一個影片 首先講這一支影片全程是英文對話 很多網友看完之後 當然不要這樣比是沒意思 但是都下面留言講說 講得比侯友宜好 這個是題外話 但是這整個全程的英文 除了賴清德他英文是很順暢的 然後跟魔獸的對談兩個很自然很風趣 可是其實也引發了案外案 也看得出來就是中國的小粉紅真的很崩潰 其實這就是一個很歷年來很往常很歷勤的活動 就是邀請了很多的國際上的朋友到總統府去住一晚 錄完之後會有很多宣傳台灣的一些 不管是美食 文化 這才真正在深化國際關係 侯友宜所說的 要深化國際關係 可是我跟你講現在有人少了洪桃瑞 就是魔獸 豪爾你知道他怎麼樣嗎 現在被中國的網友批說 霍華德台獨 我們看了下一個 這跟台主有什麼關係 這跟台主有什麼關係 謝謝 這裡我們走 嘿 各位 你們看過了嗎 那是Mr.Pi's Christmas 你去那夜市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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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的最愛 你去那夜市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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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行動作可以繼續到 我喊咖的時候 在做圖范圍 你們真的很喊咖的一聲 不是 OK 咖 Yeah Nice nice GBLCR Yeah Chickle-Chickle I'd like to see you Whickle-Wickle Chickle-Chickle Okay Here we go Right? OH! Hello everyone I'm Dwight Howard And since I came to Top 1 I've gained a whole new appreciation of this country This place makes me feel so much love And I experience so much hospitality 和美麗的生活環境和美麗的生活環境 和美麗的社会 现在,我想要大家来和大家 来到这些感觉 我感觉到这些地方 在台湾 甚至是 我会在董事总联系 剧 剧 剧 川普,不是只有一个快选 我们在实际上 你们去选择住一夜 在董事总联系 我说是一夜的大约的 对我说是一夜的 可以住一夜里在大约的大约的大约的大约 大约的大约的大约 我甚至是会蹲下来吃的是一夜的大约的大约的大约 上约的大约 大约的大约的大约 那是独特的 我甚至不知这个国家的大约是否则不合理 可以 好 我喜歡 好 好 好 3 2 1 現在 我會邀請你 參加 在台灣的 總部的辦公室 對 按讚分享 能夠開啟小鈴鐺 做菜我會做 我會做菜 各位賴好友 大家好 我是賴清德 我的幕僚要告訴我 要當一個好的YouTuber 一定要跟賴好友互相互動 所以今天我邀請了 發言人郭雅慧小姐 大家好 三立的 還沒講完了 我今天特別邀請到 前三立主播郭雅慧小姐 跟我一起回答 所有賴好友的問題 兩位好 大家好 非常感謝大家支持我 新的YT頻道 自從開播之後 第一支影片 一個禮拜不到 就突破1萬人 觀賞的人數 因為已經突破5萬人次 非常感謝 未來我會多拍一些影片 來跟大家分享 好 那直接就來看看 YT上面有些網友的留言 第一題網友問的是說 不知道為什麼打 賴清德關鍵字 還是收不到這個頻道 最後他們是打 萬里石頭路 這個關鍵字才找得到的 所以叫小編要加油 真的還蠻多人問我 我在跑行程的時候 也有人問我 所以一方面 我有請我的助理 拍一個短片 接觸我們賴好友 找到我的頻道 那因為是一個新的Youtuber 根據Youtube他們的演算方法 並不是很容易就能夠找到 如果我都拍影片 大家都推播 我相信應該就可以 越容易找個道路 還有敬請大家 按讚分享 能夠開啟小鈴鐺 好 希望大家 能夠 看影片的時候 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越多人分享 就越容易找得到 是 好 第二題 也有網友問說 那一副 有短影片很棒 希望以後穿的 比較 不正式的衣服 像是T恤 來拍短影片 今天可以 這樣可以跟年輕人更拉近距離 加油 這個問題也是很多人 真的耶 可能很多人看到我 我常常在穿西裝 工作上的關係 記憶、禮貌跟尊重 很多場合都必須要穿西裝 那你有印象中 去哪些場合是不是穿西裝 因為你在家裡一定是穿牛奶褲 我好像真的沒看過你穿牛帶褲 然後我穿T恤或衫 因為我過去當醫生 在醫院 或參加學術會議 又或者是當立委 開會 當市長 當行政院長 必須要參加很多正式的場合 都必須要穿西裝 否則的話我自己現在是跟大家都一樣 大家的意見很好 不會來感性 好 突破尺度 下一題喔 也有網友問說 賴夫的頻道要好好經營 除了感性的自我介紹的話 他問說 超晚想要有一些生活感的 做菜 做菜我會做 你會做菜 我會做菜 我在鄉下出生長大 因為我媽媽常常要在外面去工作 所以我們兄弟姊妹每一個人都會做 那你的拿手菜會是什麼 但是都是家常菜 像番茄炒蛋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這個 是啊 或是炒茄子 好 這些一般的家常菜 聽起來 我應該都沒有問題 下次他們會考你了 好 也有網友問 就是說用牛油治療餃的故事 很新鮮吸引人 小時候吃過苦的總統 將來才能夠體恤大家的辛苦 可以造福人民 這是台灣人民的福氣 牛油很多人問 牛油是小時候啦 我們的稱呼那一罐 那一罐藥叫烏油 它其實跟牛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我對這個牛油一直很好奇 一直到我當醫生的時候 我才知道這牛油是什麼東西 第一個就是凡士林 第二個就是黃氨藥 它是黃色的膠原藥片 可能就把它弄成粉 然後攪拌在凡士林裡面 然後就成一罐這樣一個大罐 沒想到效果那麼好 請問你敢支持 喔 台語本土語言發展 還有說聽賴副總統講台語是一個享受 他說甘的 甘的 就是會不會 不是甘不甘的 甘的 會不會支持 會啦 我會支持 因為台語已經是國家語言 我不只是會去推動台語 客語 原住民語 花語 只要是國家語言 我都會好去推動 最近那個頻道以上 剛才有很多人來跟你問啊 還有你建議啊 有還不少朋友來關心 來表示支持 那一方面我當然會很高興 因為這是一個新的管道 我可以跟更多人能夠接觸嘛 那另一方面壓力很大 感受到壓力啦 是啊 就是說你不但要拍這個短影片 而且你還要想到說 大家的反應不知道好或壞 所以無形中也會有一些壓力 所以還要大家都給我支持指教 學得很快喔 大家都給我一些意見 那我改善會越快 這個方法一樣就是 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謝謝喔 萬事拜託喔 拜託